让全球超过1200万名玩家等待两年 魔兽世界最新4.0大改版 魔兽世界浩劫与重生 12月9日正式跟玩家见面 而志凡迪也在魔兽世界4.0正式登场的前夕 在台北西门町红楼庆院举办盛大的魔兽世界 浩劫与重生上市见面会 现场被数百位玩家挤得水泄扑通 超热烈的气氛 见着魔兽世界的超高人气 而志凡迪也邀请Blizzard公司多位重量级人物 Holhan首席营物长Paul Samp 以及游戏设计师Ian Hazikostas 将远渡重洋从美国来台与玩家共同庆祝 可见Blizzard对台湾市场的重视 而志冠集团董事长王俊博也表示 魔兽世界在台湾已经营运5周年了 人气一来很热络 对台湾玩家的长期支持非常感谢 而见面会甚至还有从高雄台中来的热情玩家捧场 让王俊博董事长非常感动 免费招待这些远从中南部来的玩家高铁车票 感谢这些玩家的支持 另外魔兽世界4.0也在12月9日凌晨12点准时上线 志凡迪甚至耗资新台币1亿元以上 增够非常多高阶伺服器 如果当网路频款吃紧时会立刻加开伺服器 就是要给玩家最高品质的游戏体验 志凡迪对魔兽世界也是下足重本啊 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游戏制作人 与玩家的面对面互动 并回答玩家的问题 阐述这次魔兽世界的4.0的开发理念 也得到玩家热烈回响 看来魔兽世界4.0为眼前轰动声势浩大 玩家又要彻夜未免玩游戏了